污蔑中国向俄罗斯运送物资 欧盟官员对华泼脏水 欧盟它不是老虎 如果我们中国下场也不止如此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一直时不时的炒作我们中国援助了俄罗斯 我们都清楚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但没想到的是最近连欧盟也开始对中国泼脏水了 根据路透社报道 近日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可以制造武器的零部件 除此之外 他还强调中国正在坐山观苦斗 并且寻找利用俄乌局势来为自己谋略的机会 因此他呼吁西方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 他声称一旦西方表现出了决心减弱 那中国可能就会更加有恃无恐的增加对俄罗斯的出口 很显然他这番表态是为了向欧盟成员国施压而找到借口 因为中俄贸易密切 那中国当靶子是再好不过了 但问题是这位欧盟高官似乎他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 中国两国并非敌对国家 所以与俄罗斯进行正常的经贸合作有什么问题吗 至于所谓的向俄罗斯提供可以制造武器的零部件 这一说法是尤为可笑 一方面欧盟他没有资格干涉中国的内政 另一方面如果欧盟真想问责 那恐怕就需要优先去找美国问责了 要知道此前早就有西方媒体爆料 在俄欧战场发现朝鲜导弹的残骸 而那些残骸的零部件大部分都来自美国 所以假如欧盟想要找事情 建议欧盟先去找美国问责吧 指责为什么美国企业的零部件会出现在朝鲜导弹上面 除此之外 那位欧盟官员强调中国正在坐山观虎斗 坦白的讲俄罗斯的确算得上是老虎 但是乌克兰他算得上老虎吗 他们算是两虎相争吗 用网友的话来讲 欧盟他就是一条被打断了鸡骨的哈巴狗而已 另外假如中国真要下场帮助俄罗斯 俄军的战果也绝对不止如此 恐怕泽连斯基已经流亡海外了 实际上这场欧冲突打了两年多了 足够全世界看出一个事情 那就是欧洲在腐败政客的带领下 只能跟随着美国制裁俄罗斯 为此不惜牺牲自身的利益 欧洲民众被迫要自套腰包 买美国的高价石油 高价天然气 结果就是美国以及欧洲政客们 赚得是盆满钵满 但欧洲的制造业却因为战争 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而逐渐衰退 这样的欧洲还能撑多久呢 要知道很多欧洲国家的高福利 是因为不同的因素叠加才能享受到的 而如今在无能且腐败的欧洲政客的带领下 欧洲民众的生活成本是节节甚高 福利是一日再再三的减少 这一切呢 都只为捍卫所谓的欧美共同价值观 他们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 我想欧洲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不认同的 毕竟谁不想过好日子呢 从上所说啊我真心建议欧盟的官员啊 多关心一下自身的事情 多思考如何能让欧洲人过得更好 而不是干涉他国的内政 至于乱泼脏水 我相信我们中国外交部会要求欧盟给一个解释的 我们只要听从国家的指挥就好了 好各位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